大家好,我是Den 昨天在低社公开聚集 Kim Sono前女友 记者出身的YouTube公开 前女友前男丈夫的录音之后 对于Kim Sono的韩国内议论 真的是大大的改变了 昨天在低社公开聚集 前女友Chu Ayang之后 记者出身的YouTuber 也公开了Chu Ayang前妇的爆料录音 简单整理一下重点就是 我们离婚诉讼打了很久 因为在打官司期间 Chu Ayang整形花大钱 让我感到不爽 就主动从两个人住的家搬出去了 有一天我要回家拿行李的时候 发现到他安装了CCTV 可能是怕我回家所以安装了吧 但是好笑的是 我刚好发现到CCTV下面有个硬碟 所以马上就把硬碟拿走 觉得里面应该会有点什么 结果在录音里发现 大约在三周的时间内 他分别让三个男人进到家里 然后在沙发上做了那些事 我去调查了一下 有两个人是牛郎 一个人是Sponsor大叔 Sponsor就是用钱来包养人的意思 甚至我也发现 在他结婚前 这位Sponsor大叔就一直在包养他 真的很肮脏 在法庭上 他对法官说不想离婚 一直都为了保住家庭努力了 但是在我交出录影证据后 法官马上就判了我们的离婚 然后在离婚后 他就在爱街上不停地污蔑我 把我做成坏男人 然后不只是这种爆料 很多大学同学们都站出来 护航Kim Sono的人品 甚至连Kemol恰恰恰的工作人员 以及同性的父母亲也站出来 为Kim Sono说话 支持Kim Sono 然后也有中国粉丝们 为了Kim Sono在首尔挂上了Kim Sono的广告 而就在今天的演艺新闻热搜中 也上榜了很多则有关Kim Sono正面的新闻 让Kim Sono微笑广告 Kim Sono很可怜 Kim Sono的追踪数反而增加 跟红颁奖一样的站起来 红颁奖是Kim Sono在韩剧 Kim More恰恰恰中饰演的角色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如果平常对周围的形象不吼的话 一有争议发生的时候 就会趁机攻击让他不能翻身 但是看到Kim Sono的朋友们都在护航 就能看出来人生过得有多正直 就是因为乱个男人那个 所以子宫才会变弱 Kim Sono是真男人 一瞬间失去那么多也很委屈 但是因为是自己曾经爱过的人 谈恋爱的时候也说谎去夜店见男生 这种女人就算结婚了 也会让家庭破裂的 不过在几个论坛 负面的留言还是很多 解开女方过去的话 Kim Sono就能重新变得很干净吗 你们越这样越觉得倒胃口 为了洗白劝邮堕胎在炒新闻 粉丝们还在造谣受害者 只是为了洗白造谣 劝邮堕胎这个事实也不会消失 在这样炒新闻会更让人没有好感 对于Kim Sono争议的风向有所改变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康丹尼尔时隔四年的报仇 昨天 Street Woman Fighter 以Holy Bang的冠军画下了完美的句点 而在最后一集中 康丹尼尔时隔四年的报仇 也收到了很多网友们的关注 因为康丹尼尔是第一次主持现场直播 所以粉丝们从一大走就非常紧张 但是第一次的直播主持 康丹尼尔也没有紧张 可以这样动了一下眉毛 对 其实想一想 康丹尼尔之前有参加过直播 近年比赛到凌晨3点多 然后在那个时候也经历过 国民producer 我们再来公开 都康丹尼尔时隔四年 终于报仇了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在康丹尼尔的报仇后 参迷的反应 愤怒的演员 然后在康丹尼尔看到 Latsika成人们要拍照后 就主动去帮忙变成了自拍棒 看producer第二季的时候 是在快凌晨三点的时候才发表了一位 这要报仇的话 应该要再拖一点时间 真的主持得很好 没有什么碍眼的地方 也会照顾舞者们 能感觉到再尊敬他们 康丹尼尔真的很善良 主持得也很好 时隔四年的报仇 kkkkk 哇 已经四年了 康丹尼尔继续加油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好累 很快 毕丹尔续加油 颇